奶粉也可以聊聊 因为我觉得奶粉 我选的奶粉第一不是看品牌 就是看质量 因为小孩你知道他健康是最重要 而且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咱们其实在座的三位有故事的人 两位都是出自于实体 包括是一直在强调 他的公司 他的价值观 和他所碰到的问题 是来自于他们的品牌传播的问题 刚才你也提到 从前年开始做了很多品牌的投放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我想这可能就是需要用大数据 需要互联网的这种手段 去把您的品牌的故事讲出去 高宏斌先生很开心 但作为传统制造也好 传统的这些加工 做品牌的 尤其是做品牌的行业也好 我觉得产品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万物也离不开 以前最简单的四批理论 对吧 产品永远排在第一 渠道和定价还是在第三第四 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从这个 跟着我母亲做餐饮出来的 那如果当时菜不好吃 设计再怎么漂亮 这个诟病也是很大的 对 那在台湾呢 我觉得这两年又重新创业 然后呢经历的比较多 那那边讲究就是讲 温良公减让是吧 可你真正产品开出来 竞争也是很残酷的 这个大家竞争起来也不是也不手软 但是表面都是好朋友 可是你看台湾从这么多年 也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在想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想台湾就想 它是中华文化的这个 就是传承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固有的基础上去创新 去提升 而不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去把它打破 完全的把它全部都打碎 颠覆掉 然后再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个呢 我觉得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 就是什么叫赢在中国 你是赢在了暂时的这个竞争上面 企业得到了利润 然后呢 颠覆了你以前的价值观 做了不同的产品 当一个枭雄 还是说 像二位这个做传统行业的 我保证了我品牌的质量 完成了我的当时的初衷 得到了我品牌的价值 然后通过大数据的这个手段呢 去把自己的品牌固执 和自己的价值观 给客人去讲出去 我觉得这个才是 二位可能在想的 那唐总呢 看到的是这个做互联网金融 和这个 和这个贷款 互联网贷款这块 我觉得他可能对大数据的需求 尤其是在创新领域上面 可能更多一点 但是我不太了解 因为我很少做互联网贷款 谢谢大家